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苗鴻 曾教授 電機博士 今天你來這裡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交換什麼地勢呢 來來來 Headline 一生都在詐騙的女人蔡英文 蔡英文 你的博士論文有編號啊 我看你的編號叫做GG 1450 87 9478 1.5 這個我們鄉親來跟大家說 說 曾博師你怎麼說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沒有編號 他的博士論文是有編號的啦 他的論文編號就是 GG1450 87 9478 Point1.5號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的 來 我今天也蒐集了這麼多我們鄉親的那個 高手在民間的智慧 來這裡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來 Headline 被一生多摘 詐騙的女人蔡英文啦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編號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叫做GG 1450 947 9478 9478 1.5號 這大家都記起來 如果說幾句話大家都聽 1450 那就是旁軍嘛 817嘛 817 817就是817嘛 再來9478 如果台語說9478是很難聽的啦 但是齁 蔡英文他們跟彭文正那個官司呢 本來兩個案子併到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就併到9478號 1.5個博士 所以說我們大家把手拿起來 這支啦 1450 817 9478 1.5 我們大家齁 博士論文的編號 大家可以朗朗上口 來 我現在一個好朋友齁 Kopatch Mess 這個人齁 是屠博人 屠博人 他不喜歡我講他西藏 他說他們叫做屠博 他講屠博特 屠博特 他講屠博特 TBET 屠博特 他是一個世藏人 世藏人 他可能齁 攀大奶奶他們 作為流亡到印度的下一代 他流亡在美東 然後在美國的某一個大學 已經退休了 他們都跟我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跟我有互動 他屠博特的 下一代 New generation 他退休了 他 他 用他的說 我們來看外國人 他是拿美國護照的 他 對 我們台灣的看法 他對我們的看法 所以說 現在A1以下好就是 他對我們台灣來看法 我念給你聽 他特別是 台灣 台灣 所宣西藥 至限證明了 司法 是正國之寶 復國之基石 請問蔡英文 以下這些大案 你為什麼不辦 趙豐瑩案 阿扁郭瑶奇案 馬英九案 互聯會的案子 台大的管案 林仔的血案 陳文成的命案 慶戶案 雷雷劍案 蔡英文的賈博士案 蔡英文的專機左司案 還有柯文哲的五大案 你不改革施法 沒有轉型正義 這就是 對台灣人民的臨詞 台灣 以淪為 人人自為的 恐怖 黑金黑幫 的 假民主社會 他這是 圖伯特人 圖伯特 圖伯特 他們的耶穌上帝 就是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在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他還曾經來過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我記得 我的 我下面 我電腦中心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經官 他請假 他要去 參與 達賴喇嘛在臨口的法會 我才知道 所以說 揣移文是很妖怪的 你看看 跟勒比亞 勒比亞 新疆的勒比亞 西藏的達賴喇嘛 他們要進來 都被上下其手 根本連坦都不用坦 所以說 揣移文 這個 有夠恐怖 真的有夠恐怖 台灣變成 要因圖伯特人 康伯特 這個康伯特人 他就 講了剛剛的那些內容 他 以圖伯特的獲益 他們 渴望著 要建國 那他 對台灣的 自由民主的看法 就是這樣 變成了 變成了 所以說 圖伯特 唐朝 把文 就是 送一個美女過來 讓他們 當 蓬國雲結婚了 後來唐朝 送一個文成公子 文成公子 把佛教 帶進了 帶進了 圖伯特 圖伯特 就是現在變成 他們圖伯特 就是 叫土環 有這麼出名的歷史 來來來 好 現在這個圖伯特 他 觀察台灣的 目前的現況 他有列出 台灣真的 尤其是 打蔡英文 賈伯士這個案子 現在是 蔡英文 這個假博士 這是標準的 樓 台灣人說 金工黨的 政治金工黨 這些 他感覺 台灣現在最大的危機 所以說 他列出 目前 台灣 有 對 賈伯士 打 打到 不索暖的 這幾個 正派人士 他列出幾個正派人士 我們現在看這張圖影片 第一個 當然是 林環牆 在美東的一個經濟學博士 林環牆 第二個 彭文正教授 彭文正教授 他是一個非常品質好的 台大的傳播所的所長 他竟然被搞到 現在有點半患族式的流落到美國 好 我們看右上角 賀德昏教授 這大家人品 人品 都是一流高尚的 賀德昏教授 我的好朋友 然後 第二排的 張靜律師 張靜律師 他那個小胡子 有點像包公 第二排的中間 是 童文勳大律師 童文勳 在這個打擊賈博士 就是蔡英文的整個過程裡面 他最偉大的貢獻 就是 總統青春故事館 他把所有他所收集的 所揣門 屬性 所以他 他的出生 原來是 他媽媽是 北陀德 這個東西 總統青春故事館 你看看 童文勳 他所收集的資料 真的是 震骨受精 真的沒話說 真的 台大就是台 沒那麼大 台大本來就是 前台灣最優秀的球員 學生都在這裡 所以他寫的這些 他所考證的論文門 以及總統青春故事館 鄉親 板橋的林青香女士 他也 他問我有沒有這本書 我說我沒有 他說我的看完了 他就寄來送給我 像這種好書 或許買不到 或許怎麼樣 他看完了傳 我們就像史密寫的四百年史 台灣四百年史 台灣人四百年史 我在南德 在七零年代的出頭 我在台北的黨外運動裡面 偷偷 我那時候在國安部當軍官 我偷偷的 因為那時候 民權東路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那個頂星銀期 國安部的頂星銀期 啊我就住在那個國安部的頂星銀期 晚上以為 我在想我 我沒那麼怕 都要再到鳳梢了 啊我就住在頂星銀期 啊晚上 如果 有空 民權國小 或是 民族國小 有黨外運動的演講 好 我們整個都出了 那時候剛才 美麗島事件發生 所有黨外 欸 紅腸之後他 阿布就跳出來了 康英修 阿布啦 史榮施啦 還有那個 周清益啦 還有阿彬的他們太太 吳時針啦 那蓋在頂上 也不用說話啦 如果不用說話 不要去走 在那邊不用說話 就全國第一高票當選 啊你就知道說 那時候 黨外的 喔 黨外的 風起營用喔 啊我一時喔 就是喔 有時針去參與 有時針會去聽啦 會去看啦 所以說 感受到喔 我們台灣人喔 正出民主喔 真正的現場 啊我現在 我是說到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童文勳 童文勳 他寫的東西 真的是 他喔 要求的 他喔 在蒐集資料上 尤其他在司法圈裡面 蒐集資料上喔 我有一次跟賀老師開 聊天了 賀老師問我 奇怪 童文勳的 那個蒐集資料的能力 怎麼這麼強 啊我很肯定啦 啊 賀老師講說奇怪 怎麼怎麼會這麼會 會找資料 會找出來 我說喔 台大學生確實優秀 而且他找的資料喔 是我們這種 奠基博士喔 想要找找不到的 真的想要找找也找不到的 因為喔 每一個領域喔 都有每一個領域的專精啦 像你跟我說喔 欸 哪一個案子哪一個案子 要說我要案號 有一個鄉親 鄉親 那這裡有一個鄉親 要給他找案號 我說哇塞 我很會查沒有錯 但是這種有關法律的案號喔 就是說 我們 每一領域啊 你給他 卡定 卡定位 傳代跟他說 我能不能去找出這個案號啊 就是喔 張靖跟李政華他們喔 勝訴 勝訴的時候呢 那個案號啦 那個環明花 他當那個 當那個律師 當那個 陳審法官 當場判喔 退回去 那個案子的案號 我喔 要想他們司法靈魂 他們律師 他們在找這個喔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啊我的專業喔 比較簡單喔 你如果比較簡單喔 我再找 我電機博士再找 我就知道 馬上就可以查出來 那個施呼嚨 他在2017年 他還是 在維也納的 那個台灣研究的 一個 seminar裡面 他 他不敢騙外國人 他敢騙台灣人 但是他不敢騙外國人 他寫 他是 倫敦大學的 PhD的candidate 屬性喔 candidate candidate是candidate candidate也有保留期限的 candidate 正常的修讀過程裡面 你只要超過八年 啊你就起銷 除非你重新再考進來 重新再考 啊你或許 原來的學校呢 就判定 啊好啦好啦 你就candidate 就繼續candidate 啊有些人中期一生喔 就沒有再回到學校 那他中期一生 他的名片上面 永遠寫著 candidate 啊就是我最高的協力 就是candidate 這個意思 哇這個這個 童文心喔 童文心在這一波的 打假博士的論文裡面喔 他最大的貢獻 就是喔 找到了這麼珍貴的資料 他把蔡英文的 黑漏木杰的出生喔 背景喔 整個 阿克力之類 整個喔 整個喔 開割的東西都沒壓出來 齁 這童文心就在這個案子 在近代史的一兩年裡面喔 他幹了這件最偉大的事 這是我們 白白博士喔 這我們去找我們沒有資料找出來 談賀德文賀教授文來講 奇怪 他怎麼這麼厲害啊 我就說啊 這個是齁 專台灣最優秀的 彭文勳律師 我看過律師 齁 這隻來 這隻來 來 下一個齁 是李政華 這個彭文正的辯護律師 李政華 請問我好朋友 他禮拜一 就是明天 他下午4點10分 會到 台北地方法院出席 彭文正 告張詠惠 不避嫌的那個官司 我 明天我也會 明天的4點10分 我也會穿著博士服 進入會場 我看 我看李政華表演 李政華律師 我好朋友 來 左下角這邊是歐崇進 歐教授 歐博士 這個 我好朋友 經常常都大桌 我以前 他都常常叫我去 去那邊開港 錄影 來 中間這個是 政大 第三行的 中間這個 政大的 嚴正生教授 博士 他 嚴正生博士 在立法院 林學聖的工廳會上面 他幹了一件大事 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 創演文 那個 什麼小論文 我看了根本沒有什麼看 但是他還真有心 我不曉得是他 親自 下場 還是他的博士研究生幫他找 就小小的幾頁呢 就找出了444個錯誤 所以說 這個 都是在打腳博士的 整個process 歷程裡面 都有發生 都有做出貢獻 右下角 第三行的 右下角 就是小弟 這張相片 是我 我知道 立法委員 郭民棟 立法委員 正正前 在立法院 開工廳會的時候 我騙腳來講 騙腳來講 人家講武林圓 不要哭哭 你們這些幹的是 偽造文書 協助犯罪 視同犯罪的一分子 我就跟這些 因為我吃公家飯吃二十幾年 我們吃公家飯的過程 我們會把road data 延始資料找出來 但是對不起啊 你叫我圖改什麼 就像張靖 張靖昨天 我跟 他跟我訪問 前天我跟他訪問的時候 他所講的 現在公務人員 都已經同流合污 泡進這個 這個 匠缸裡面去 完全失去了 風古人情氣節 人格氣節 完全都是 這就是 我當初 因為我以前 做三軍台 電腦中心最高主任的事 我們幹事情 我們都依據法言 road data 延始資料 是什麼樣子 我就呈現什麼樣子 你拿去 少將的副教育長 教育長 甚至於 院長你們要改 我知道 你要堅持要我改 好 那我 可能會 留下很多的政績 以音黨 或是文字黨 我要讓 後面如果事情不要 有人偽造文書 所以說我在這邊 也跟這些公務人員講 你 我們已經幹了二十多年的 我從 國防部幹了 幹了十幾年 然後最後 調到 三軍大學電腦中心 上校主任退 有些road data 我們知道 這東西會出問題的 會出大問題 所以我們打死 不會幫長官偽造文書 長官逼我偽造文書 我按一官場上 我會把所有的簽程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你叫我改 我雖然沒有給我錄影 但是我把每一份 你刪掉的公文 我全部保留下來 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 我全部保留下來 到時候我做出解釋 我沒有辦法 人在江湖 我們軍人 服從 是革命軍人的天子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必須服從 我們當初有跟長官講 我把所有長官命令我 要配合總統修改的文 我全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我都會擠 我都會留存 到時候這官是這樣 我那時候做官 我的執行率 比例率 執行率很強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認為 很多的法條很僵硬 但是齁 我認為我只要 為了完成長官交付的任務 我只要不把黑錢 換到我的口袋裡面 我都不用怕 我都不用怕 大不了行政處分 既我一直大過 既我一直大過 我能夠吃到夜退後 我鼻子磨了我就走路 我就走路 我也不想 你們要這樣 偽造文書的幹 對不起 小弟沒興趣 你硬逼著我幹 我會把每一個簽證 我都留下來 到時候當成堂爭工 讓我們鄉親了解 好來 我們現在還有鄉親 一個叫朱瑋爬 一個開宗明義就講 總統 你只要回答我這個問題 從1945年開始 倫敦 倫敦大學 倫敦大學 從1945年開始有博士生 有博士生開始 每一個博士論文都有編號 出門 人家這個朱瑋爬 朱瑋爬就直接給你問 你的博士論文的編號 到底是幾號 你講 只有我剛才說 GG1450 817 我都背起來了 817 9478-1.5 這就是朱瑋爬 我們這個朱 這都是歌手 我猜這個朱瑋爬 他的博士 至少如果正常應該是博士 這大家出手都是歌手 所以說他馬上提出來 他馬上呼籲了 給我們鄉親大家說一下 下次講說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的編號 GG1450 817 1450 817 然後呢 9478 1.5 這就是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的編號 來 這個朱瑋爬 歌手 他就這樣講 台灣 現在還有言論自由嗎 不論 你所講的 有沒有科學一計 只要你擋了蔡英文 不愛聽的 或是擋了某些蔡英文的 愛降的財路或利益 你就等著上法院 人民看不到事實 聽不到真相 公平正義被踩在地上 又有些關心 所以說 現在我們台灣 只有那時候 民主進不動 壓著國民黨 一定要解除戒嚴 該毒該嚴 但是國民黨他就不言 不言的時候 國民黨甚至還打出一個口號說 我們解除戒嚴有什麼 對管大順從的順平很好啊 我們解除戒嚴 那個戒嚴法裡面 我們只用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二而已 你怕什麼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就是對付我一種 就是對付我一種 我們這種看不對啊 自由民主的腳步 被你這個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所以說徹底 徹底要求 所以說現在公平正義 就是出門 因為這個 蠻蠻蠻 這叫做台灣人 台灣人 有的說 藏東西 北京的外公是藏東西 我們台灣 台灣人說蠻蠻蠻 就是這個蠻蠻蠻 尤其這個蠻蠻蠻 入去 民主進不動 民主進不動 頭正是 頭正是 米雷島 米雷島頭正是黨外 那時候每天他們開的會 他們的說明會 都有感動人民的力量 所以說感動人民 所以說整個都出了 像現在民主進不動 他有什麼感動人民的力量 沒有嘛 現在電腦國民黨 像張雅宗跳出來 三個官党來抬這個腳步 我發現感動人民的力量來了 現在齁 彭政去受趙少康的邀請 如果趙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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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少康 趙少康這就是感動人民的力量 你們如果 國民黨如果要重新掌回政權 就不要天天再喊 是一邊的事情 你就天天 聲討趙少康 我告訴你 那國民黨或許還有回到政權 拿回政權的機會 因為 還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要幫了 中國共產黨屬性 裡面內憂外返 是一邊的 現在忙著肅殺異己 以及保護自己的安全 我是君叔的 我是玩的是 國與國之間的打架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我玩的是 直管通知情間爭 21世紀 國與國之間的 玩家 MING PAO 燦爬就是打仗 所以說 所以說 現在二十世紀的燦爬 我從 甚至於有人跟我講說 我對中共的軍事不了解 我跟你講 現在台灣是這樣 台灣是大家都專家 我們這種專業的電機博士 專業的就是C4ISR 他還說 我是外行 我不會講話 為什麼 現在台灣的 假博士 創英文的教博士 滿街跑 知之為知之 開英文這種的假博士 職業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是職業 知之為不知 不知為知之 是白癡笨蛋眼 所以說 你們中國的空之公就有跟你說過 你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你要民獎 你一門海西人 你知道一世紀是專業的社會 你知道說你不知道 你不是說你罵 所以說 台灣就是去我創英文 翻了一腳 像這個我電機博士 我講那個軍事翻面的東西 現在不罵 大家都做民嘴去這樣 站在土黑白 土土土 我說給你聽 這段 所以說 三十分的 來跟我九十分的 說 你對中共的武器不熟 你對中共武器不懂 你還是少講這個 你講假博士 我告訴你 我最懂 我如果再不懂的話 台灣倒是要跟他講 你跳出來跟他講 現在世界的 萬華社派 都是C4S 指管通知情間爭系統 從天空的情報衛星 就看清楚你下面部隊的 所有的動態 正規部隊 想說阿烏漢那個塔利班 就沒有辦法 那個遊擊隊的事 就沒有辦法 如果找到你的正確的 武裝部隊的集結的地方 那很簡單 精緯度定出來 正確的精緯度定出來 我跟你講 誤差只有六公分 誤差 你本的情報衛星 為誤差只有六公分 那麼結合一號 全部死也沒辦法 剛才兩三顆 那個炸彈之母 有肯而要 翻炎一公里之內死了 然後還有 那邊還有宜賓 來 在下面再翻炎一公里之內 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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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現在的修正 是透過 遠端遙控 慮目控制 你如果要把你 倒去 二十世紀十九世紀 用義和團的思考邏輯 我沒有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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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 來 我們說的 說重點 來 我們這個江湖騎人陳親偉 陳親偉 他就說 任何人在求學 我們台灣人 我們知道 任何人在求學過程 我們有了國小畢業證書 我們去國中報到的時候 才要教國小畢業證書 那我們考上了高中 我們會拿國中的畢業證書去教 我們考上了大學 我們一定要去教高中的畢業證書 這是因為 所以說所有的讀書的過程 那個證書是相當重要的 蔡英文公益 普通證書 要求最高的學歷 而且是 官非燦爛的國 現在國青 那個國青還要搞 官非燦爛的倫敦大學政經學務 我怎麼可能丟 我家如果非燦爛的家 我一定普通證文 你買什麼 這樣聽得到 我是說 我是說 這個什麼 這個倫敦大學 政經學院 這個倫敦大學 普通證書是這樣的 創意文 香一三個 還生氣 所以說 蔡英文小姐 一路走來 萬千里有 牛頭不對馬嘴 話都是自己說的 結果呢 自負其短 讓世界看盡笑話 真是悔疑所思啊 只是這個醜聞 幾世矚目 已經嚴重危急國安問題啊 台灣人 你真的能放心嗎 這種危機 不是你我所能承受 這才是重中之重啊 所以說創意文 這個賈博士 任何一個體面的國家 來跟你訪問 像法國啊 法國啊 要來幫你訪問啊 英國啊 那大家都拼到香 拼到香啦 要來幫你夭捨 夭捨恐嚇啦 對啊 現在我們台灣 因為 桌檯面上講是 台灣呢 因為 在印太戰略的中心 相當重要 相當偉大 很多國家都要來 其實呢 都可能都是 出賣台灣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創意文是假副事 大家要挟恐嚇啊 八國聯金喔 還要動刀動槍 他不用 他不用動刀動槍 我對你有所要挟 你都歸勒 這就是國安危機啊 現在英國要來 法國要來 阿俠也要來 大家要來 來要做什麼 就像八國聯金啊 欸 民兵沒有插的 印度他也派一個兵來 要怎麼 欸 索賠索賠 索賠索賠 大家都要投錢 投錢 所以說現在我們台灣齁 有很多法國 法國也很少來我們這裡啦 阿捷克啦 或是 我 我們 我說這個 對 不對 我們鄉親自己授課啦 以我們博士的 以我們博士的高度 現在很多國家的首領 的總統 他知道我們這個 創意文這個博士是假的嘛 假的嘛 所以說要挾恐嚇嘛 這是國安問題耶 到底法國齁 甚至加拉達啦 他們有很多人 來在訪問 出他們 我們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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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很清楚 啊我們送完您來 我們台灣的地位 齁 無限制的擴張 那台灣為什麼齁 大家稱台灣 我們為什麼還是叫中華民國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夠 在這個 這個 這個氣息上 該叫台灣 我們現在台灣 好像看起來 很多國際上出名 我們台灣出名 其實是不是來要學恐嚇要這個東西 因為知道蔡英文是假博士 大家拼著香蕩都來了 包括年輕 有的沒有的 跟遠在印度的 基本上沒有辦法的國家 印度阿山這個國家 他剛才插一口 他也要噴一下 這個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來 Jasmine Moni這個鄉親就說 蔡英文這個女人 這輩子的成長中 已經習慣於不憑實力 厚著臉評 騙得所有 侮辱台灣人民 專家協者 所作所為 都是瞞天過海 台灣人民要覺醒的 我們這個鄉親邱辛怡他就說 我們努力查明真相 浮在台面的 都是偽造文殊的公務員 以後都要入役了 所以我剛才就有說 說你們公務人員 我相信台灣的公務人員 大家都很聰明 聰聰聰聰聰明 南部鄉親正爺的 靠電話跟我說 說這個 張進 他所調來的資料 申請日期計畫 出國的理由 計畫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日期 都是緩調 那搞不好是公務人員故意的 故意寫 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大弊端 他故意寫這樣 亂七八糟寫 因為長官叫我改 我知道我改 但是長官叫我改 現在公務人員 公文靈魂的日亞主義的 你們如果沒有取得蔡英文的直接口頭命令 或是沒有任何的蔡英文的依據的話 你們是妨懷的 但是我相信你們會把你的長官逼你修改 修改整個千層的文都會留下來 我相信啦 因為我以前我就這樣 長官逼我做一些我感覺不對的事 我就會把公文留下來 來這個詹巧威這個網友他說 法院已經是民進黨開的了 司法是純粹在為民進黨服務的 來我們這個鄉親哥說 Henry他就說在歷史定位上 蔡英文 缺論文 賈博士案 將會是台灣民主政敵的一場大考 這個將主義檢驗台灣在民主政敵的發展過程中呢 每一個面向的表現 哪些面向呢 他包括了第一 檢驗台灣的行政體系 有沒有依法行政的法尊意識 這真是大家手手齁 這個Henry齁 我聽它 我看到他在聲音 這nae賦十分 darf可 no 能夠寫出來 這 cascade 就用英文的筆名呢 事實上這都是 Cheryl стар depends 好 我們繼續看 第二 蔡英文的案是這裡 台湾法院审判的自主性以及独立性 大家来欢迎台湾的行政体系 来检视大众传播媒体的自主性以及独立性 第四 检视台湾政治人物的人洁度 第五 检验社会公民的政治的成熟度 本案对蔡英文的最终处理方式 以及结果将会让世人认知到台湾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 到底是一个进步的国家还是一片未开发的野蛮丛林 现在是这样 蔡英文他们这些西洋的团 他们还必须在国际上脱大外先大虐先 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白血公主 事实上是老巫婆她不断的施法术 国家每年的中央政府总议算 2.5兆他们巧立名目冠给婉金 然后透过婉金的议算 在这样先锋作浪 看起来我们像是白血公主 事实上本质是巫婆 是巫婆 所以说我们台湾目前目前的情形 很多歌手 这大家密集 摸到下面大家都歌手 我看他写的像这个亨利 我看他写的就是破手劑 一定破手劑的 来 来 丹尼 这个丹尼我看有谁是黑手 这可能有谁破手 丹尼他就说 总统有把柄 总统有把柄 贾伯斯这个把柄被抓了嘛 这是国安危机啊 现在的台积电被当筹码了吗 都已经十月份了 谁知道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 有没有把凤梨 释迦 廉雾 被中共拒绝 季节告到 WTO了没有 天天骗 整个挣钱都在上行下效的骗 我就说 现在因为刹码不是刹头骗 所以说他下面所有的来家 全部都骗了 我就说 我能够抓到政绩的 我能够抓到蔡英文的周边 我能够马上讲出政绩的 那个 那个 食药署署长 吴秀美 那就够扑斯 那就够扑斯 食药署署长他号称博士 他够扑斯 那是什么 如果吴秀美不爽 那释材吴秀美的人来跟我说 你跟我说 拜托你跟我说 为什么你的硕士 你是高雄医学大学毕业的 说你是扑斯 你是当时毕业的 你的 你的 你的硕士论文 有出现在 在中央图书馆 博硕士论文的官写资料 但是你的博士论文 所有博士相关的资料都没有 我刚才有说 这个师傅都 有个假扑斯文 有个假扑斯文 因为我已经查证出来 他2017年 在维也纳 他是写博士Candidate 所以说资料文 所有的政府兵 全部都是牛鬼蛇神 那都假的 所以说台湾的贾博士 嚣张比曾博士还嚣张 所以说这些贾博士 他们敢来对我提示 你不要啦 你对这个国防上面不懂 我这不懂 我跟你说 所以说 真博士给他们这 知识埋葬 所以说台湾现在就是这样 假的比真的还伟大 假博士都在总统府里面 发号施令 所以满街上都是 一些三十分那些都九十分 我们这种九十分 我们有自己的文人的气质 我们不会跟你吵 你高兴就好 你高兴就好 来 这个完松本 他就说了 完松本他就说 亲 这完松本我怎么博士 我看他的嘴巴 他就说了 他这个道庄语 你来听好 请不要再污蔑 蔡老英是台独了 因为蔡老英一直爱用中华民国 中华台北 中国台湾省 他从来不用台湾 所以说他怎么会是台独呢 阿兵啊 把中华游政更名为台湾游政 把中华文化总会 改为国家文化总会 结果中国人马英九上台后 都全部改回中华 所以说呢 蔡英文起立了 他还是爱用中华 不爱台湾 所以说蔡英文 他的台独 蔡英文人公议他是台独台独 现在全世界讲蔡英文台独的 刚才只有死一遍 他们这遍 习近平他们 怕我们有所怀疑 所以说一直在骂蔡英文台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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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他根本不是台独 现在全世界会说蔡英文台独的 像中国台独 那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功的 把一个党国体制的中国人 蔡英文 台湾人 这台独立的民主党 已经彻底 已经彻底破坏了 我们台湾 像台湾独立建国的意志 整个办法 把我们台独的政令 全部都打算 台独势力 目前在台湾 趴在地上起不来 所以说 林北 前台湾独立党主席 都在观察到一半 林北就北出来 林北背一背 我早就跟好朋友 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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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民不畏使 奈何 以死拒之 所以说 不要说这 来 中国 说出门 出门这个假台独 我们不能再说他台独 中国 都还没参加 也没有说要反对 我们用台湾的名字 他就 出门就自动 脱关了台湾的外衣 用 台澎金马 关税贸易协定 当国民 林北 讲得这么厉害 林北 不要听过说 台澎金马 关税贸易协定 这是出门的法面 他 怎么可能是台独 他 彻底破坏 瓦解了台湾本土的台独的势力 来 我听了 东奥证明台湾 人家 摆明了 援近党员的支持 判一门 摆明了 不准民主进步 党的党员去支持 冬奥证明 所以说 所以说 他是假台独 打着台独 反台独 所以说这招 厉害了 这招厉害了 蒋家特种 铁血救国会 以及中国国民党 党国之女 反台湾 反对台湾 请给鼓励尊敬 万万不要再延晚 揣明文台独 揣明文今天不可能台不 他是 他是 盛透到台湾的基杉 打着台独 反台独 好 这厉害 这个是 最坚强的堡壘 一定要从内部打出来 要用到这条 当初第二次世界上 华国的马其诺环线 有多用啊 多用啊 希特勒 坚强的堡壘 必须从内部打出来 他绕道过去 法国啊 几个 勘叫他妈死 就直接灭国了啦 第二次世界上 这个陈国欣先拜 他就说 可悲的 陈国欣 国分了 这是 当年 民主政部 都要成立的时候 他这几个 不知识语跳出来 他就这样说 可悲的自尊心 害死了民进党 和整个台湾 蔡英文的老母 是北岛 陪克出生的 注意喔 注意喔 蔡英文的老母 张金奉 干什么行业 我们大家去看 国分哪是用说的 立德 立功 立言 立德 立功 立言 立言喔 可能有嘴巴 有的是用写的 陈文心在总统青春故事馆里面 写得很清楚 他们家是 他家是 他家家出生的 他们老母 是北岛 学生区出生的 都识得很清楚 蔡英文 他们老母 是北陀陪克出生 他们老爸 是修理脚踏车出生 孙文正 写着 父母不祥 都没关系 只要正直 老实 跟努力 为民 为社会打拼 反而能够在台湾呢 获得人民的尊敬 那蔡英文 那属于你怎么做 你又何必装高尚 臭屁是什么 一个1.5博士 被拆穿了 还死不成认错 让全民看破所奖了 所以说啊 蔡英文 他就不怕漏气 他不怕丢人现眼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反正 我 我 我 蔡英文 这么不见识 不知羞耻 不知延耻 这么不见识 我在怕什么 你别做公主 别再给你抢 你别说你老是开膝盖 你老婆是在干啥 所以说 鄉親差不多 来 OK 我们结论 我们用 苏伟硕医师 这都是台湾人 这都是特派的 苏伟硕医师 的内容做一个结论 让我们鄉親 尤其其他台湾鄉親 我们大家做一个了解 苏伟硕医师 他就说 如果 我们 台湾人 不努力 建过一个公平 公正 公开的政治 以社会自喜 不管这辈子 我们个人 如何辛勤努力 我们所累积的财富 与地位 掌握政治 以社会权力的特权集团 都可以 轻易的 就以各种 看似合法的方式 对你 不法的剥夺 即使 我们这辈子 逃过了 特权集团 还是可以剥夺 我们的下一代 下一代的下一代 直到永无言 除非你是一个 享乐主义者 只愿意 当下快活一天算一天 或者 我们就应该 每天努力一点 共同努力 建过一个 公平 公正 公开的 政治秩序 与社会秩序 对这点 对这点 我还特地有意见 简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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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个行善团 在庙宇里面的一个行善团 只因为 这个 政府 公权力里面的一分子 就是 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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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官的管长 蔡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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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钱就要找财政部长 出去外面uela 帮 蔡文官 把這個撿阿嬤 還醫師 他們這些土地 公司 環境公司 資保公司 還有土地什麼東西 農宮拿五億 拿了五億以後呢 吃人不吐骨頭 還告那個撿阿嬤 他們毀謗 夭壽 所以說臺灣顛倒下來 蘇維碩醫師說 我們如果不幫社會再做點公益 我們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都會被這些人 空手套白人 整個偶爾公做伯 整個財產國就叫你拿去 你再跟我們撿阿嬤說 撿阿嬤是毀謗 是破壞民意 看有多夭壽就好 撿阿嬤的房子變這種無家可歸 他在民族東陸的房子也無家可歸 所以說這個 蘇維碩醫師說的這個事情 我們這一輩 如果不做 下一輩 你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 好是被他們這堆 他們這堆 撞阿嬤 所以說 醫生 是我今天 跟我們鄉親共和弟兄 一生母都在詐騙的裡面 撿阿嬤 你 人家很清楚啊 給你問啊 你的博士論文的流水編號多少 人家已經幫你編好 人家都已經幫你編好了 雞雞啦 1450啦 第七啦 817啦 然後呢 9478啦 然後1.5個博士 所以說 跟我們鄉親共和弟兄 撿阿嬤 好笑的啦 台灣人有這種這麼不見笑的人 真的有夠喔 有夠有夠喔 真的見笑死的 這人換這個話啊 帶了 帶了 OK 好 今天鄉親共和弟兄 到這裡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謝謝